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为了保证机场和公路的正常运转 就在飞机跑道上专门立了红绿灯 并且派遣了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以此杜绝汽车闯红灯的现象 保证市民的生命安全 不过面对这样危险系数极高的红绿灯路口 想必也没人敢随便闯罢 第二个要说到的地方就是德国的A14高速路 它恰好和莱比锡哈雷机场是伙伴 整条公路从机场中央穿过 车子正常行驶和飞机起飞降落的平衡 是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重难点 设计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颇费脑筋 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奇葩的办法 那就是把跑道架在公路之上 这个地方开始正式交通运营之后 我们总能看到一个神奇的现象 就是每天都有飞机从天而降 落在车流的上空 很多人都担心这种设计模式容易出问题 但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这条跑道只不过是用来给飞机短暂降落的 并不会长时间停留 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很安全的 不少人还认为飞机飞过头顶 是一种独特有趣的体验 你们是怎样看待这样独特的基础设施交互建设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